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SOPROC 这个瑞士机星的GMT潜水表之后 现在又推出价格更清明 而且还是在这种马币2000多价位中 非常少见的STARDUX星空盘 说真的这个表盘和小刚之前玩过 测评过的这种朗尼 朗格 这种顶级品牌的这个星空盘 完全是有同样一样的那种视觉效果 非常的高级 一看下去 而且越看越独特 尤其是在不同角度光线下 真的是除了用美来去形容 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讲去形容它 这个表盘 这个价位真的是太值得了 这个系列是Rendator Adventurina Adventurina也就是Adventurin道 这种星空盘的名称 这种星空盘的做法非常的特别 如果你去网上搜Adventurin道 这个名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高级品牌 这种做法这种表盘都是叫做Adventurin道 它需要用昂贵的这种玻璃材质 经过超高温的融化 再参入一些金属物质 等到它冷却之后 形成这种深蓝色 达到多角度反亮的这个效果出来 一般上都是用在 刚刚有提到这种高级品牌 而独特的一些艺术品上面 它的表盘没有任何的字或是刻度index 让你每一次看时间 马上先感受到星空盘带来的这种美 表盘才是重点告诉你 再搭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Dolphin Hands 贵妃阵的这个设计 看下去更加的高级 表克也是非常完美的 这个40mm的这个规格 Standard Steel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整个表克非常的圆润 侧边大面积是拉丝雾面处理 厚度也只有在大概11mm左右 标尔到标尾也是不超过47mm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凸起的表径 它的这个玻璃也是用了这个Supphire Glass 这个蓝宝石材质 是做了反反光镀膜的处理 不是用那种mineral普通的这个矿物玻璃 再搭配上这个深蓝色的这个表带 整体出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简约 很耐看的这种设计 那这个真皮的表带也是在意大利 Made in Italy生产的这个表带 转过来背盖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刻上了 在意大利一些非常有特色地标的这个建筑物 整个雕刻的质感非常的高级 不是那种普通浅浅去雷射的那种 围着一圈的这个字 也是基本上都是意大利文 那好像这个Arcasio 316就跟你说它是 不锈钢Standard Steel的这个材质 Automatic Core当然就是跟你说它是自动机械表 机芯的这个意思 机芯的部分呢 品牌是选用了这个日本 Sekco非常耐用NH系列的这个机芯 也是一样有这个手动上链的功能 动力储存超过40个小时 有秒听的这个功能 每一支也是一样有独立的这个手表偏好 这个Serum Number 这一款表在这个价位中 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 值得大家去考虑的一款表款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